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Apple Store推出MagSafe的卡扣户? 就这样一件东西装着卡就已经要四件多了 其实不止卡套,MagSafe还有很多奇奇怪怪淋淋的东东 今天我们就找来几样MagSafe的小物和大家讲一下 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们AD研究所 我们会继续制作关于家居和科技的影片 让大家做一个精明的选择 首先,我们会先介绍MagSafe的小物件 首先就是这三个卡套 这两个是有脂戒的版本 而这个是没有样的 比起刚才那两个的特别之处 就是可以放到两张卡进去 你会看到是刚刚好陈套陈套的两张卡进去 而另外那两个呢,试试给大家看 它就只可以放到一张卡 但是它这个支架放到电话里 你就可以这样拉起 然后就可以这样放在这里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笨的地方 就是你平时动在这里想按电话 按两张卡 按两张卡 那电话就跌到地下 那就不知道有什么用 那支架完全卡不住 不过打横是还好的 打横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平时这样看片 这样动在这里也是OK的 但是蓝色的这个卡套 相对来说就没那么费 那支架 你会看到我们这样先开 你会看到在桌面上 这样试试是没问题的 打横试试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就相对上稳定很多 想买IPCAM 或者Smart Home智能家居产品 可以去得到香港优质标志稿 QMark认证的Alander.com好货家 最重要的就是输入我们的限时 独家优惠码 Audience Digest 即时享有九五折优惠 快点点击入Description box 享用优惠啦 好 那说完这三个卡套之外 我们就说这个Moth的Fone Stand and Grip 这个用来做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被你吸在电话的后面 然后第一样的功能 你可以这样拔出来 就当Eye Ring 这样就不会平时 扇手就整个电话 就掉了在地下 这样就可能刺激 它都可以持续你的电话 那就不会容易跌到地下 另外就是有一个支架的功能 支架的功能 它有四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 你可以这样 就可以动在这里 读电话 第二个 第二个 打横 而第三个 就是打横的另一个角度 相对上矮一点 你可以转一转 这样就会斜一点 角度可能就会方便一点 好看一点 第四个 就是可以90度这样动在这里 就当一个座 可能平时你想睡觉 放在床头当闹钟 或者当个钟 就可以这样动在这里 就方便看到 好 说完这个 来到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 黑色的 MagSafe 你可能会看到它 有什么特别 我买个Case 就快漂亮 不好 这个有什么用呢 其实就是当你拿着这个 电话的时候 你平时不想用MagSafe 要拿手机 很容易就不用 所以有一个MagSafe的电话壳 后面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磁圈 磁圈就被你吸回MagSafe的东西 这样就不用你拿着机 这样用MagSafe 另外这个的特别之处 它还会有支架 在这里 支架你可以这样吸着 拔出来就可以 这样动在桌面 就不用你另外加配 再买多个MagSafe的支架 另外它的磁力都不错 你会看到 我们拿一个卡套来试一下 这样一吸下去 其实都可以吸得实 相对松 所以这个MagSafe都是不错的 不知道介绍完这四样的产品之后 大家有没有心欲欲想去买呢? 看完这条片 记得要CLS 还要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